主料,高粉300克,奶粉20克,清水35克,淡奶油100克,鸡蛋一只,糖45克,酵母3克,盐2克,黄油15克,辅量,杂果干,肉松,蜂蜜水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到2小时,将清水淡奶油鸡蛋放入面包鸡桶里,放入糖与盐, 倒入高粉与奶粉,表面上发上酵母,启动面包机,搅拌成光滑的面团,放入黄油,再搅拌至面团光滑,柔软,有韧性,起筋至完全扩展阶段,时间大概40分钟,然后吸面包机电源,让面团待在面包机里进行室温发酵,温度大概28度,约1.5小时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2.5倍大, 取出面团,排气并滚圆,松弃20分钟,然后将面团擀成片,准备好杂果干与肉松,将杂果干均匀,撒在面片上,再撒上肉松,捡起来,卷成条形,用光板分切成约9分,放入模具里,放在烤箱里进行刑发,烤箱底部放一个空烤盘,注入温水,面包膜放在烤榜架上进行刑发, 时间大概60分钟,刑发完成,面包身体膨胀,至原来的1.5倍大,涂上蜂蜜水,烤箱190度预热,面包膜放在中层,烤35到40分钟,表面准色即可出炉,出炉脱去模具,放在烤箱上放凉,再食用,烹饪技巧, 一天气热,室温进行发酵自渴,二面包出炉要放凉才可进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